有请主持人赵川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走进由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魅兵魔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在这里要感谢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游浪 被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途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选择幸福 选择亚菜 何来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手机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 在线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赢得定制好礼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于波红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影视演员刘灵刘老师 欢迎刘老师 华谊嘉庆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先来认识 今天的第一队嘉宾朋友 各位请看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认识了 后来也逐渐地熟悉了 就跟他在一块了 我平时跟朋友说话 就爱开个玩笑 谁都不会当真 可是搁他那儿呢 搁他那儿就是不行 他说的都是傻呀 没一句正经的 刚开始我都是忍着 可是后来呢 越来越过分 当我的面都胡说八道 当我没存在呀 我没有当他不存在 我觉得当了他的面说 才是没有问题 那些背着女朋友 胡说八道的 那才叫有问题 他都是强子夺理 他嘴上这么说 心里还这么想的 他都是不正经 在女朋友眼里 一个不正经的男朋友 为什么他们还能 相处到今天呢 来 掌声欢迎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二十三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技术员 女嘉宾小雅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前台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在她的嘴里 你挺不正经的 是吧 她依然特别不正经 她也懂得死不承认 我觉得我很正经啊 谁说我不正经 说话好吗 有一次去酒吧 结果两点多才会来的 会来吧 还跟我那儿显着说 我一个哥们儿又出轨了 又找个大美女 要是我一出马 比也找个更好的 他又这样说话的吗 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那就是跟他开个玩笑 你说当时都那么晚回去了 我知道他可能自己 在家坐着也挺 那是玩笑吗 有那样开的吗 就是那次我们一块聚会 一块唱歌 朋友都在那 我不是因为五音不全吗 怕别人听着难受 我就不唱了 结果他呢 男人的女朋友都开始唱了 还是别人的女朋友 我还得我唱完了 合作挺好 还调劲人几句说 快唱推好啊 晚上跟我走吧 有你哪儿 把我放在眼里了吗 我跟他们唱个歌 你说在KTV里 大家都一块挺高兴的 我就跟 就是你也不能唱 我就跟那女的唱呗 唱首歌就说这也是 那有你哪儿 更多不懂我感受 怎么不懂你感受 不不不 唱首歌我们理解 为什么唱完歌 要晚上跟你走呢 我就是觉得 俩人配合挺有默契的 我就是 真的就是开个玩笑 你说当时男朋友都做 你开个玩笑 我觉得我都是个玩笑 我觉得特别丢脸 你说你跟毕业女朋友走 那我上哪儿去呀 我没见过 这样不整顶着 还有什么事 多着了 他看见美女 他都受不了 看见美女就受不了 他好不容易来 这公司接我 完了我女同事 跟我一块下来的 人家长得挺漂亮 挺时尚的 结果他呢 看见人家都顶着不放了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说得太严重了 根本没那个 你眼跟我就是 我不就是多丑 人家都走半天了 你还在这儿瞅着人家呢 我就是多丑了两眼 不至于吧 那是两眼吗 都丑多长时间了 那不是你同事吗 我就对他热情点 怎么了 热情点不行吗 那叫热情吗 我就不叫你 刚刚你都不知道 我啥时候走了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女生走了 她还一直望着 她的背影看是吗 走望着 人家身材挺好的 都是要看着 哪有你说的 那么看了吗 看了 不承认她就是 她就是新来的一女同事 我不好奇吗 好看吗 好奇的都是好碎的 没有超好看的 我对不起 你说实话好看吗 还挺好看的吧 就是 原来她说整话的吧 每次陪我逛街 不然是高兴的 挺事意上的 不想让她给我看看 过来瞅瞅 结果她那一转眼认美了 追着美女跑的又 她不是 她就是当天她穿的衣服吧 就挺普遍的 都是穿一黑衣服 留长头吧 你说现在大街上 这女的多少穿这 就是穿差不多的衣服 挺正常的嘛 然后我就是那次真认错了 那你哪是看衣服跟我一样 你都是看人身材好 S型的 你都非得追过去看看人 长样吗 谁说 我那是眼神不好 我就是想瞅一下 瞅一下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说眼神不好 你都认错过几回来 你自己解释是认错人了是吧 那次真是认错人了 不是 她都不说这样 她都认错七八回来的 我那是眼神不太好 我就是看见那个背影还可以 我就想走近看看怎么了 还可以 我知道 你看看她脱不胀脚 我觉得受不了了 你说她看 她过去看也都罢了吧 还真非得跟我比较 还说比你好看 那个比你丑的 她说总拿我跟她做比较 你到底把我放在眼里 你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哪儿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了 我说的是事实 我说她比你丑 就是说你漂亮 没说你丑的意思 你怎么就这么想呢真是 等公交有一次 等公交 你是说过这比你长 那比你高 这比你白 你说过吗 我就是随便说两句 你总随便说 总觉得没啥拿不了的 你说过是吧 说过是吧 咱们接着往下听啊 还有吗 姑娘 有的是 她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们一块吃火锅嘛 吃火锅 她能把我晾在那儿 就是我俩人排号呢 过去俩美女问路的 她非得拉着人家都去 明明指一下就可以过去 她非得拉着人家去 就肯定都是俩跟美女又扯几句 不是 你说当时呢就是 你说两美女来到一个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不得 你怎么知道 她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她问路 我感觉她肯定不知道 如果是两个男的呢 两个男的我感觉 真的说心里话 你说就是在座所有男同胞 要是看男同志问路 她肯定没有那么热情 要是女同志问路 肯定得热情点 我觉得这些没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就是 我就是把他们带到那个 就是她说要去啃拿鸡店 我就带她去了 其实离远处 就可以看到那牌子 非得拿人去 就站在那可以看到那牌子 就可以看到 稍微看一眼一角 看到那牌子 但是也挺远了 你说你对人热情点不好 我觉得 那有你那样热情的吗 半天都不回来 哪有半天都不回来 那那两个美女 你没请她 吃个肯定的鸡店 当时她还等着我呢 她要不等着你就请了吧 她不等着我 我也不请了 我真没有那样 如果回来 那么晚回来也都罢了 孩子回来跟我又夸 这人美女长得漂亮 我都受不了她 这还好 反正基本上听来 都是在马路上见到女生 她就走不动路嘛 就这意思 那都是总是这样 还有其他的什么劣迹吗 特别过分 都是 还有一块吃烧烤 她总是给你打分 见到美女 如果鬼蜜也在那呢 你说 她开始跟那几个兄弟 就开始评论起来了 她说这个身材好 长得漂亮 给她十分 那个长得也都一般吧 给个七八分吧 那长得太丑没分 都是这么不正经 跟你在一起 特别没安全感 本来我就是挺自卑 挺没自信的 就总那样 特别不正经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就是 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同学 我的天啊 母爱 lymph 天啊 雷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你是带她来让老师们给你鉴定一下 我就是带老师看看 要不然我以后跟她结婚了 我还不得整天以泪洗面呢 好好好 为了不让这姑娘以泪洗面 四位老师请你们擦亮眼睛 来 一起进入《秋皮特分圈》 我现在此刻很想和我们的男生探讨一下 你知道影视剧当中有一个人物叫韦潇宝吗 知道那个 你喜欢这个人吗 我是羡慕 你说看女孩只有这么看的 你嘴里这么说 我就怀疑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这一点你自己认同吗 我没有这么想 我觉得我不认同这个 但你嘴里就这么说的 我这么说 我觉得每个男的可能都会这样 他不就看美女 真的都很正常 我觉得这些 每个男人 我也是男人 请不要忘记 请注意 我是男性 我真的走在路上 可能看到美女会偷偷地看一眼有 没有像你这样子 直勾勾的 露骨的 不但这么去看 还这么地平 更何况旁边你女朋友在 你女朋友在 你看她真的是很伤心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她会感觉安全感荡然无存 你刚才还会 从这么多美女当中 你一眼把一个美女揪出来 幸亏她男朋友不在 否则揍你 告诉我 你好自为之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就举我身边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女朋友 她曾经的男朋友也很浮夸 然后对她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后来我的女朋友一气之下就跟她分手了 我们当时大家也都很不喜欢这个男孩子 但是过了二十年之后 我再见到这个男人的时候 她是一个智障孩子的父亲 并且她为了这个孩子 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从事着智障孩子教育事业 我就突然间我觉得二十年之后 我觉得她变了一个人 她换了一个人 我特别地佩服她和欣赏她 所以我看到她 我觉得她挺可爱的 所以你不用把这事特别放在心上 这个男孩肯定不坏 口无遮拦 怎么想就怎么说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 比你还小的时候 我们周围好多朋友也都这样 一起去看美女啊 尤其是工科学校里头女孩少 见着一两个美女 还真是跟人走半天啊 但是我们那会儿是没有女朋友 你现在你有女朋友 你还做出这样的事情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你心里没有她 或者说你真正爱的不是她 如果你真正爱她 你心里一定会在乎她 如果你真正爱她 你一定知道她看到你这些行为 一定会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女孩根本就没有安全感 而女孩这个男人不坏 但是她的心一定不在你身上 刚才刘老师说 那个例子是没有错的 因为二十年后 那个朋友 居然还是这么有爱心的一个人 但是她是跟您那个女性的朋友 在一起了吗 对啊 这是关键啊 因为二十年前她不成熟 二十年后她成熟了 可是这跟她在一起的人 已经不是女了 所以你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去和这么样一个人 去赌金后能不能在一起 所以我建议是说 你依旧可以去欣赏美好的事物 去追求你心里那份美好 但是不要耽误她的情绪 你有那个胆子吗 我觉得没有那胆子 我就是真的只是说说 你没有那个胆子 想过没有 没有 我真没有 我就是随便丑丑 真没想过啊 我觉得她还是最好 真没动过心啊 那她哪好呢 她身材又不如别人长相 又不如别人 我觉得她对我就挺好的 这个人 那她如果你觉得她对你好 为什么要在她面前 大肆地赞美别的女人呢 而且还要比得那么细致 腿啊 腰啊 对吧 我觉得就是每个男人 应该都会有这个 对 我当然承认 我有两点我是承认的 第一 无人 我做一个男人 人啊 跟我对她的什么 她都会为她对得了 她对她的女人 的胆子 到底是双咚 对我 那是个男人 那是我们准备了 对我们的男人 对我 我们不在这个男人 对她的女人 对她对她的女人 是一样 对她 牛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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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 他们俩会怎么选择 自己的未来呢 5 4 3 2 1 请开门 老婆 就是我可能 我觉得男人就是分两种 一种男人就是只说不做 另一种男人就是只说 只做不说那种 我觉得我肯定是 你是哪种 我觉得我肯定是前者 我就是只说不做 你就别说了 小伙子 这世界上人分很多种 你说了就是好人吧 就像那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那怎么解释啊 所以别强词多理了 错了就是错了 还在那说 说什么呀 好好对人家姑娘就完了嘛 姑娘我要让你多 我就走你知道吧 根本都不搭理她 你还出来 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 请出我们的小话筒 来 有请 选择幸福 选择亚菜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恭喜你们获得了 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妹 提供的精美的面膜 他们有一句广告语 请记住啊 我觉得生活里面 应该这么去做 给你想要的美 剩下的时间 属于你们自己 来小伙子看你是怎么说 又是怎么做的 我们一起来 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我知道 就是我平时可能做的 真是说得太过分了 你只要能跟我在一起 我肯定就是 嘴上也不说 心里也不想 我肯定能这样改过来的 希望你 你真的能改吗 我当然真的能改 我肯定能改 请你相信我 不行 我希望 只是希望你以后 多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我一定会考虑你的感受的 太对不起你了真是 好吧 谢谢 其实我 老婆你能原谅我吗 其实 其实我也想到以前 你对我的好 然后给你一次机会吧 那我带起来 来来来来来 成功复合的情侣 将会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网提供的价值 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好吗 来 你好 开始 停 以后好好尊重姑娘好吗 好的 懂得尊重好吗 别再说那么多 不招四六的话了 也长大了是吧 来 祝你们快乐 请回 他们俩倒真是绝配 你换个其他的姑娘 这小子两回人早跑了 这个还能宽容 所以呢 爱情这点事儿 我们用我们的看法 给他们提供另外的视角 真的在生活里 还是靠他们自己去选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我想问他 这件事儿过的学生 我是有一个魔法 的大学 在演员上 这件事儿 有一种的 一种内容 会那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她却提出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你总是把坏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 我觉得我对她还可以 我这个人就有时候脾气的话 可能会控制不住 她会觉得我就性格比较暴躁 你本来就是对我很暴躁 你对别人都有那么好的脾气 前不久的时候我们学校举办那个毕业生晚会 然后晚上有一个一男一女走红毯的环节 我本来是想白天的时候 让她提前过来帮我拍一点照 那白天不是有事吗 就有工作吗 你有什么事啊 你无非就是吃吃喝喝和同事聚会 你能有什么事情啊 然后她来了 我看手机半个小时里面 就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 我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知道吗 你叫我过来参加晚会 你让我等半个小时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让你等半个小时怎么了 我就晚了一点啊 因为我特别重视这次晚会 当时我化妆我打扮嘛 还穿了一双十厘米的高跟鞋 然后当时去学校的时候就走得特别慢 因为我平常都不会穿高跟鞋 你买什么高跟鞋 我不就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下来吗 不会穿就不要买吗 然后我们俩一见面的时候就吵起来了 他就给我脸色看 他就说他兄弟那边还有事 他就把我一个人放那 他就走了 然后那天晚上我的红毯都没有走成 特别伤心 然后本来我那天就好几个哥们就叫我过去 他跟我说 他说他要我陪他去参加那个什么晚会 然后我就把我那边的事都推掉了 本来是他叫我过来参加晚会 他还让我等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吗 我让你等半个小时怎么了 那那天你在大太阳底下 你让我等了你两个多小时呢 上次我搬家 我前几天就跟他说好的 我说我那天搬家 我就是八点的时候就会开始 你要过来帮我忙 他答应了 之后那天租车师傅都来了 他还没来 我给他打电话 那个时候刚好是上班的高峰期 然后常常那边公交就特别堵 堵得我也没办法 我不能坐火箭坐飞机过来吧 我知道你堵 但是你后来来了吗 你后来还是没有来呀 等了他半个小时 那个租车师傅说 他说怎么还没来 还没来他就要走了 我想不好意思耽误人家做生意 然后我就想到新家那边 再让他把我帮那些东西搬上去 然后我就先过去了 那司机把东西给我 有标签权公路 充足 救助 对 啊 我 都温顶 说 你 他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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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自己朋友失恋了 还没到那个程度 你就不害怕你没去他跳河吗 还应该不会 你失过恋吗 我没有 没有啊 这是初恋是吧 对 你要失恋你会做什么呢 把自己灌醉啊 灌醉 还有呢 我应该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去找他吧 找他干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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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次我就想跟他出来约个会 然后吃个饭啊 看看电影什么的 那天我正准备出门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他说他一发小假的狗要生小狗了 他不能出来了 他要过去帮忙 母狗生小狗 他一人一男人他能帮什么忙呢 那个时候 他又说是助产室 对啊 他能帮什么忙呢 那时候他呢 我现在在云里无聊 真有这样的事情啊 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今天我醉了 可是那个他就狗 母狗养了很多只小狗嘛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可是你发小的狗生小狗跟你有什么 就像童老师说 你去当助产师嘛 帮忙一下嘛 就搭把手嘛 小伙子 你今天真的让我非常长见识 高跟鞋穿了慢了 你可以不买吗 自己迟到两三个小时 理由是 你让我做火箭来啊 女朋友发烧了 让你送药 还要和朋友去打游戏 很显然的 他心中根本没有女朋友的一个位置 我刚才是想打个比方 我认为我已经打得很极端 有点伤害他 结果现实生活当中 还真发生了这么一幕 所以小伙子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 喜欢他 你离不开他 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一切 哪一个喜欢女朋友的人 会如此的肆无忌惮 你呢 因为他长得帅 就倒追他 而且我感觉到比较可悲的是 你为了这个倒追的男人 你一直在冷气吞声 一直在自己打折促销自己 他不是性格和脾气的问题 是他心中没有你位置的问题 这一点女生你应该看得更加透彻一点 我刚才是一个劲在摇头 我从来没看到一个男生 说爱一个女生可以这样咆哮的态度 所以姑娘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 宁可给丑男当宝贝也不要给帅哥当保姆 今天自己争气一会儿 等一下进去以后转身离去 千万不要出来 我看到你们有点像爱情过家家 你们的吵吵闹闹也想起了我自己 就是我青春的时候的那种躁动 那种回忆 那种爱情的滋味 我不是说你们这样不好 如果小姑娘 你要愿意跟她走向婚姻这一步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就结束 因为就可以分手 不要再在一起了 因为她对你一点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但是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爱的感觉 爱的滋味 然后从她这儿跌倒了 然后再爬起来 然后再去有点觉悟 再去进行下一段爱情的话 你们就可以再继续地过家家一段时间 你相信她能改变吗 我相信她能改变 怎么做她才能改变 尽量把我放在心上 那怎么做她才能把你放在心上 我教你一招 让她追你 所以先让她失去你 因为你一开始啊 你就输了 太主动了 她觉得你肯定是追她 你不能没有她 所以呢 她就可以没有你 所有的这些事情 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 最需要爱人的时候 她都是在跟朋友在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知道 如果她不对朋友好 就可以失去朋友 她对你不好 不会失去你 因为你的心里都是她 所以她很安逸 她觉得我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可以原谅 而我绝不能为你付出多一点 这样的人 我们一定要让她知道 你是随时可以走的 不是离不开她的 不是没有人追的 你不是说没有她就不行的 让她知道这一点 有可能她还会改 好吗 想她心中有你 才可能爱上你 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你说来听听 就不够在乎她 没经到一个男朋友的责任 你哪里是不够在乎她 你压根就没在乎过她 我问你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恋爱 相互喜欢吧 相互喜欢 从我的角度上来理解 人为什么要恋爱 首先第一 人有爱的本能 也有被爱的需要 人有依恋的本能 也有被依恋的需要 所以人需要恋爱 但是如果一个人 在整个的恋爱过程当中 既没有爱的冲动 也没有爱的需要 既不想被对方依恋 也不想依恋别人 那么我可以断定 对面这个人是错误的 不应该是她 你爱错了人 而另外一方 如果她只是在付出着爱 只是被对方所依恋 而永远没有得到爱 那我只能说 你是自己跟自己在谈恋爱 你始终在自己关爱自己 而你的对象 对你没有任何付出 你跟影子在谈恋爱 你们俩刚才所有的对话 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搞笑 其实很苍凉 如果你的男朋友 还不如一个路人 不如一个朋友 不如一个陌生人去关心你 那我想你恋爱干什么 你干嘛还要去摇尾起怜的 去喜求她的爱情 认为她会改呢 她完全不爱你 你根本不是她心目当中的对象 也不存在所谓改不改的问题 因为人就有爱的冲动 爱就是什么 就是每天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想想你回家了没有 在回家的路上有没有下雨 在下雨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打算 你有没有上低市 到了家有没有钥匙开门 回家的饭有没有做好 你是不是太饿了 这叫爱的本能 你只要喜欢一个人 他会本能地去想 我的爱人在干什么 他有没有受苦 这是人爱的本能 他没有这样的爱的本能 说明你根本不是他的对象 不相信的话 你仔细去想想 但凡是个人会不会是这样 哪怕是小朋友都会 莫名其妙在闲下来的时候 玩耍之后 他会想 妈妈现在是不是在接我 妈妈现在累不累 他都会去这样想 而他没有 所以我几乎敢断定 他根本不爱你 可能初恋的对象真的是找错了 你不信 换一个让他激动的女孩 他肯定 会满头满脑的 都在想这个女生在干什么 也许恰恰是因为你 从来就是你追着他 他是你的稳定对象 而你 从来没有走进他的内心深处 所以男生 我认为其实你没有太大的错 你可能真是爱错了人 因为这个女生 不是你爱的对象 如果她是你爱的对象 你肯定是天天朝思暮想 因为这是你的初恋 所以千万你好好想清楚 你别轻易地说你喜欢他 否则的话 你会继续浪费时间 继续让别人认为 你是一个冷漠的人 因为从整个表现 我们看这儿 你就是目中无人 置若望闻 视而不见 他根本就不在你的眼睛里面 那首歌叫什么 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眼里压根就没有他 有狗 有朋友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他 所以你真的好好想清楚 好吧 千万不要强逼了 虽然是初恋 但如果找错了人 就没有继续的必要 就这样 真相永远比生活更残忍 一对不懂如何去恋爱的人 他们看似恋爱了 实际只是一个年轻人的游戏 所以你认识到之后就无所谓了 在我看来 爱情绝对不是战争 因为是战争就有胜负 在我看来 爱情一定不是博弈 因为有博弈就有诡计 在我看来 爱情特别的简单 其实说白了 就是默默的互相的关怀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之前 可能就没想那么多 就自己会 把兄弟想得更重要一点 把你想得轻了一些 然后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就做事不经过大脑 就别人叫我就过去了 所以没太在乎你的感受 可能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然后这一次过来被大家说 我发现自己真的身上有很多毛病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恋爱吧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对待女生 然后怎么去好好地去爱你 自己真的做错了 我是觉得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然后在一起也有三年多了 我希望你可以 好 时间到 这半句话留得挺有余韵的 回去吧 看到了一对年轻人 吵吵闹闹闹的爱 来 请关门 看看结果吧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兄弟别动 别动 你就交吧 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恭喜你们获得了 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妹提供的精美的面膜 他们有一句话叫 给你想要的美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可能我之前做的不太好 对兄弟他们特别的在乎 然后 我就知道自己在你那边 可能对你做的特别不够好 然后 今天就来的时候 我 我会对自己 会有个很大的改变 我会好的去爱你的 以后会用行动去证明 自己对你的爱 我希望你作为男朋友 你可以关心我 你可以照顾我 你可以知道我的存在 你可以把我放在你心里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下改变 我会的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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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礼物送的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 由修宪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挺来 开始 停 来 祝你们开心 好吧 请回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附老师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老板38岁已婚 有一个儿子 在公司一年里 他一直追我 这个他是男他 他老板是男的 我拒绝过很多次 他说确定和我在一起就离婚 我不想和他在一起 但是我也不想辞职 因为我的身体不好 每月要支付不小的药费 所以不想换工作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工作了一年半 你被一个有妇之夫 骚扰了一年半 虽然你需要医药费 虽然你脱离一个病体之躯 但是人不能没有志气 要么告他性骚扰 要么写信给他的妻子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私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魅兵魔独家冠名播出的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图牛APP 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